每集一个小故事 欢迎收看惊艺传奇1986 第二集第三集 这是一个普通的周六 男孩小琪跟爷爷到棒球场玩耍 看到小琪不太合群 胆小懦弱 爷爷也用自己的方式鼓励小琪 哦哦有点小社恐是吧 怕事情做不好别人给你负面的评价 这个世界很包容的 其实没人在意你的 让爷爷带你装逼带你飞吧 画面一转只见爷爷激情的驾驶着摩托车 怎么样孙子很刺激吧 年轻人应该有一个冒险的童年 嗨起来吧 回到家爷爷看到儿子大卫的表情 也想调侃一下 这什么臭脸呀 就骑个摩托车要数了我了是吗 不是父亲 您这个身体还是优势点吧 有什么优势的 我身体强壮着呢 可是上楼到阳台跟孙子看个日落 下楼胸口一个忽然疼痛 小琪赶紧把父母叫来 看来爷爷的病又犯了 之后来到爷爷的房间 看到爷爷躺在床上的颓饰 小琪也有一个神奇的想法 爷爷是这样的 你总是鼓励我要相信魔术 人生要充满冒险 我找到一个中国的法器 上位说只要喊一些咒语 就可以进行身体的互换的 也实在没有力气回话 爷爷的眼神也意思 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 走过来打开柜子 把法器取出来放好 闭上眼睛 装模作样的小琪就开始了 法器法器你听得到吗 我是你 你是我身体互换 即刻生效 爷爷见床嘴角一撇 您开心就好了 而这时房间里的窗帘忽然关闭 两个蜡烛自动点起来 地球一自动亮灯 法器中央闪出一束神秘光源 小琪再重复这话语 一股怪风把小琪吹到沙发上坐下来 法器不断散发能量 接着小琪晕倒在沙发上 还真的从身体里分离出来另一个自己 几秒钟之后 爷爷这边在床上也分离出来另一个自己 走到法器前 小琪也示意爷爷把手伸过来吧 我们要身体互换 就这样两人握着手再醒来 就真的成功了 小琪抖着自己的老小鸭子 也为爷爷的身体感到新鲜 坐过来拿起烟嘴 虽然是孙子的身体吧 爷爷也表示是时候干点正事了 之后戴上头盔 开着摩托车全速行驶 爷爷直接来到了棒球场 同学们一看围过来也很懵逼 小琪你疯了吧你 你把摩托车开到这里 你爹发现揍不死你啊 揍我干什么 我还要抽烟呢 打球吧 骚年们 下来叼着烟嘴 加入队伍 同学们摆起阵势也有些不屑 胆小鬼小琪终于要跟我们玩耍了是吗 小屁孩们 不止天高地厚 只见爷爷用常年的棒球经验 直接连续的发各种魔法球 胖虎这边的队伍没有一次接得住的 最后再来一个精准的反击 直接9比0胜利后 小琪绕着操场跑一圈 同学们也兴奋的把小琪抱起来一起庆祝 原来小琪这么厉害呀 而同步的就这么一会儿 其实真正的小琪在家里体验爷爷的身体 也是痛苦不堪呀 就简单想吃个冰淇淋快了一下 小琪就发现爷爷身体的器官都不太行了 发病疼起来是真的要命呀 好在母亲及时发现就把小琪扶到了床上 回到家爷爷也非常感激 这个辈分有点混乱是吧 谢谢你孙子 今天这个普通的周六爷爷过得非常开心 我已经几十年没有用年轻的身体体验过一场棒球比赛了 你开心就好 那爷爷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没有接话走过来来到法器前 爷爷就开始念咒语 法器法器你听得到吗 我是你你是我身体互换即刻生效 这间法器启动魔法再次生效 两人又把身体换了回来 躺床上陪着爷爷睡了一晚 很显然蜡烛灭掉 在某个不经意的时间节点 爷爷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 此时一早父亲也安慰小琪 你爷爷虽然走了 但是他的精神会一直陪伴我们的 你还记得你爷爷一直鼓励你的话吗 这个世界很包容 其实没人在意你的 大胆的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吧 你同学在外面都等着你呢 赶紧跟他们去玩吧 出来胖虎跟同学也夸着 小琪你太牛了 以前怎么没跟我们玩呢 你说什么呢 我说昨天那个发球啊 哦那都是正常操作的 等一下这个豪缠的位置 是不是也太好了 法器法器你听得到吗 一个亿给我 我要一个亿大显神灵 即刻收效